大家好 我是小屁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石劍已經在韓服改強的紙裝 那這部影片我們會以台服目前未改強的紙裝 跟韓服已經改強的紙裝數值來做比較 首先我們就來防具比較部分 第一個是反叛者盾牌 我們可以看到是物防 韓服的話是再多一點 然後傷害減免再加2 硬上加硬 好 那接下來是 木乃伊王的王冠 木乃伊王的王冠的話 他的buff的幅度是 以物防增加2點 物防增加2點 木乃伊王的王冠說實在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buff 因為他本身的 素質就已經不錯了 但是韓服就已經buff 我們就還是提出來比較 接下來下一件是巫妖斗篷 巫妖斗篷的話 除了防禦有再多1以外 接下來還有最下面這一點 這個是負重可回魔到20% 也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不是前30名 你沒有負重可回血回魔的情況下 你穿這一件巫妖斗篷 你在負重的情況下 你的魔力還是可以回到20% 可是我覺得這個 多這個 算是有點 激柱啦 因為 你穿得起這個巫妖斗篷的 玩家說實在的 大部分應該也都是前30名的玩家 好那接下來是 激怒手套 激怒手套的部分 他的素質是沒變 只不過可以用的職業變多了 以前的話 台服的話 現在只有騎士跟王族可以用 那 韓服改強的話是 騎士、妖精、法師、黑妖、龍騎、王族都可以用 也是說多了妖精、黑妖以及龍騎、法師 這個算是蠻大的buff啦 因為以前 可能 黑妖不能用激怒手套 他就只能用塔拉斯手套 黑妖就沒有紫手套 那接下來的 接下來的更動 黑妖也可以用激怒手套 那火妖也可以用激怒手套 新職業龍騎也可以用激怒手套 那法師的話 應該法師用到激怒手套的機會 會不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後期 基本上都是 制法 基本上都是制法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 防具 也就是我覺得 這一次 改動最多的防具 就是指揮官頭盔 我們可以看到 指揮官頭盔 他原本的素質真的是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到紫色的地步啦 那 韓服把它增強之後就有點頂甜了 防禦再多加2 這個就倒還好 主要是 昏迷抗性 原本是加4% 直接變成加10% 加10% 很猛啊 對啊 那 台服 現在也有 惡魔性物箱可以抽獎 那指揮官頭盔 就我所知 算是每個伺服器 沒什麼人想要去抽獎的一個紫裝啊 應該說他不是 首要要搶的紫裝之一啦 那 韓服現在改這樣的話 我是覺得 假如你有那個資源的話 你的伺服器 指揮官頭盔 還有名額的話 趕快去搶吧 真的太OP了 好那防具的部分就講到這邊 接下來是武器的部分 武器首先來看的是紫杖 傑羅斯的魔杖 傑羅斯的魔杖 我是覺得他的 加強 增強真的是 增強蠻多的 他增強了 MP恢復加10 以及MP吸收 恢復我們可以不用看 MP吸收的話 這個真的是 紫杖 法師可能就只要一把子彈就夠啦 因為你魔攻 你也有了 然後 你的 MP吸收你也有了 然後 觸發魔法你也是9%很高啊 那命中你也有了 所以說這把魔杖變成 更加全面性的 更加全面性的 好那接下來是 直爪的部分 那陣路的鋼爪 台服跟韓服比起來就只有 額外攻擊原本是加6變成加9 接下來是 咆哮雙爪 咆哮雙刀抱歉 咆哮雙刀的部分的話 他跟 雙爪一樣是只有增加額外攻擊 那這邊的增加幅度是只有2點 就只有2點 好那接下來是 惡夢的長弓 惡夢的長弓的話 他跟剛剛的紫雙刀 紫爪差不多 都是 增加額外攻擊的部分 只不過這邊的增加 額外攻擊的幅度非常高啊 台服是額外攻擊加8 韓服是加到的13啊 整整多加了5點傷害啊 非常OP啊 非常OP OK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武器啦 騎士犯德之劍 騎士犯德之劍的話 他其實跟前面的 噩夢長弓 紫雙刀直轉一樣 他都只有增加額外攻擊而已 但是 他這個幅度是 全 紫雙之罪啊 台服是只有額外攻擊加6 韓服直接加到12 直接加到12 更不用說 騎士犯德之劍算是被BUFF了兩次了 第一次是增加了弱化數10% 然後 韓服第二次 增強就直接 讓他的攻擊力 那個頂天啊 所以說 騎士犯德之劍 從最一開始版本到現在 他越來越符合他的傳說階級 OKOK OK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今天介紹的武器 雖然說都是大部分玩家都穿不起拿不起的 但是希望還是對大家有所幫助 那還沒有訂閱我 Youtube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小屁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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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